好 歡迎看到這裡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這個圓對曲線的難題的第二題 那麼題目是這樣子 黑板上有五條直線 這五條直線有幾條 跟這雙曲線不相交 沒有交到 意思是這樣子吧 好 那我們現在大概要有一個概念 這是一個雙曲線 如果你這樣的話 就會交到嘛 交幾點不管啦 像這樣就有交到 那如果這樣畫呢 就絕對不會交到 看得出來嘛 因為往這裡玩嘛 一定不會交到嘛 好 那你不可能實際上去畫圖 為什麼 因為你畫圖一定會有誤差 那很遠的地方有沒有交到 今年也看不出來 所以你大概要有一個概念 概念大概這樣子 雙曲線很特別 它有漸進線 對不對 它有兩個漸進線嘛 如果左右形 那麼你的雙曲線就是這樣畫 就在一次這樣子嘛 這個後面是無限延伸喔 然後不會交到嘛 對不對 是這樣子 很顯然嘛 如果你直線是黃色這一條 那絕對不會交到 那如果這條呢 絕對不會交到 那如果這樣子呢 也會交到 如果這樣子呢 也會交到 交幾點不管啦 問你有沒有交到嘛 這兩個漸進線就是關鍵 用這張分界來看嘛 來 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個雙曲線 這個雙曲線寫好一點 S平方 5平方 減掉 2平方 Y平方數等於1 好 它的漸進線呢 2S加減5Y等於0 這學應該學過 我就直接寫了 它的漸進線是2加減5Y等於0 那麼這個題目 S係數正的 Y的係數正負的喔 那是保值1嘛 那S正Y負是左右形 所以畫出來是這樣子 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左右形 如果上下形就是這樣子 那左右形就是這樣子嘛 來 我畫一下 進進線就是不會摸到 可是有過接近來接近 對 這是雙曲線嘛 這兩條直線是進進線嘛 那我現在說明齁 那麼一條是 2S-5Y等於0 一條是2S加5Y等於0 這協議附的嘛 這兩個建議線嘛 我們開始看齁 黑板上這五條直線 我把寫標準一點啦 這樣寫標不好看 寫的一般式啦 會好看一點 這個怎麼寫 這個怎麼寫 2S-5Y等於0 這個呢 30-5Y等於0 這個呢 2S-5Y等於-1 或是你幫過來加1等於0 隨便啦 沒有差啦 這幫過來 2S加5Y等於0 欸 有兩個現成的嗎 這不第一條嗎 這不第四條嗎 第一條跟第四條 這兩條是建議線 當然不會交到 所以最起碼有兩條 第一條第四條 這兩個絕對不相交 還有三條 第二條 30-5Y等於0 沒有長度像 長度像0 他過00這一點 中心就是00 30-5Y 20-5Y是建議線喔 是這一條喔 建議線的協力5分之2 你協力5分之3 比較大 真的比較大的話 是比較陡 那代表 第二條 是紅色這一條 比較陡嘛 當這樣畫吧 這第二條 這絕對不會交到 對不對 那當然啦 如果說你換一下 你不是30-5Y 你不是30-5Y 你是誰呢 你是S-5Y 那也通過00嘛 協力5分之1 協力5分之1 就比5分之2來的緩和 他就變這樣子 就交到了 不過題目四 30-5Y 比他多嘛 那都沒有交到 就是L2嘛 這沒有交到 那L3呢 20-5Y等於負1 你也是20-5Y 哪裡不一樣 差不多不一樣 平行 跟照線平行 有些人說 欸 那是這樣畫 還是這樣畫 沒有差嘛 什麼叫沒有差 如果你這樣畫 有交到啊 如果你這樣畫 對啊 也有交到嘛 管你怎麼畫 你只要不是 進進線的話 跟他平行 一定都會交到嘛 管你怎麼畫 對不對 他問你有沒有交到而已嘛 所以這個 第三條 第三條 是有交到 那你當然講完整一點啦 那到底應該怎麼畫 很簡單嘛 你想一下 這什麼東西 坐標軸 而且今天Y等於負1 另這個0 S負1分之1 另這個0 Y是5分之1嗎 S負的Y正的 應該是這樣畫嘛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畫 因此我們說這一條齁 我用橘色表示好了 橘色 它其實不影響答案啦 待會兒還是說一下啦 橘色這一條 橘色這一條是L3 對不對 剛剛有交到嗎 L3有交到喔 對吧 好 那L4我們剛才講過 另外一個建議線嘛 那L5呢 我要等100 水平線 很高的水平線 管你多高 可能拋線一直延伸嘛 那你這個 第五條是這樣子嘛 是這樣寫嘛 這第五條 那跟他一定會交到嘛 因為會延伸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所以我看沒有交到的是誰啊 L1跟L4 這兩個本來就是建議線 還有L2 L2是通過原點 可是比建議線更陡 紅色這一條 它一定也不會交到嘛 對不對 那L3的話 跟建議線平行一定會交到 對不對 那L5是水平線 也會交到 所以不會交到是誰 L1 還有 L2 還有L4 這三條線不會交到 所以我們總共幾條 L1 L2 還有L4 跟那個誰啊 跟雙曲線 不相交 所以總共幾條 三條 有三條 有三條跟它不會相交 好 那 這個題目就到這裡 齁